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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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個早餐吃 香腸蛋炒飯 我剛剛就坐在這邊工作 真的很奢侈 因為我外面的風景是長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泡的溫泉池 甜美啊 鴻魚耶,你又素顏了 我剛剛幫你把廣告看完了 謝謝 我們拿魚子醬拌任何東西 冰島是寵壞耶 魚子醬買起來,可以啊 本來想回台灣那吃的 但我們受不了了 喔,它不是黑色的 也沒有一顆一顆的 它有點像是明太子醬 平常鮮魚軟 好吃,而且它比那個魚子醬 再寫一點 我自己很推耶 我覺得比那個黑色的還好吃 那還沾麵包什麼的 可以買 大白熊你又來了 快來送我們回去了 好,該退房了各位 你幫你老闆叫我們退房了 這是我們昨天住的小木屋 覺得很棒,可以推 你們會唱 沒錯,有粉絲說他這邊看到極光 阿我們是人品不好沒看到啦 算你平常有多說笑掰掰 你在講什麼? 我一個字都沒聽懂 算你平常有燒香掰掰 我氣到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這邊天空沒雲阿 我沒極光阿我 其實冰島沒有很冷阿 不過就是車子都結霜了而已 我剛剛一打開昨天放在車上的水 洞口已經結冰了 結冰水,好喝 我們現在到了洞穴溫泉 又是冰雲火之歌的拍攝場景 他是將那個男主角跟他的女朋友野人 在這邊一起泡澡,見證愛情的地方 那我們一起去泡澡 走 據我們住的地方開過來大概10分鐘而已 我就問一句冰雲火怎麼找到這裡的 據說這裡以前是真的可以下去泡 但是現在溫度已經升得太高了 它很深耶,但是還是看得到底耶 可見這個水有多乾淨 你不要掉下去我會笑爆喔 等一下我們先收掉 我覺得超美的耶 很魔幻 藍藍綠綠的水 不過它就是這麼小一個空間 所以冰雲火在泡了之後還沒那麼燙 有可能他們都硬泡 然後你說起來都碰爬 三度灼傷 如果你是喜歡拍照的人 排半個小時差不多 很小,但是我覺得值得來看還OK 第二站我們到了地樂谷 福岡的地樂谷 還敢跟我收錢 這裡是免費看的 它是可以走下來的喔 現在會聞到很濃郁的硫磺味 沒放屁 想從整天都在放屁 你好像仙女 感覺天賦真的等一下會從中間冒出來 天賦真的一定都有在看你的頻道 Kivy你有吧 你有的話想跟你說你唱歌很好聽 想跟你說我很喜歡你 你回來你不要在霧中 你還不夠霧嗎 冰島小知識之一 這邊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用天然發電的島嶼 所有的電都是從太陽能跟這些底熱發電的 再告訴大家一個冰島小知識 這裡的羊擁有絕對的自由權 一邊是你的私有土地羊走進來 你也不能趕它出去 就算你有用圍欄圍起來 它要是跨過了 你也不能趕它出去 再告訴大家第三個冰島小知識 冰島是沒有咬人的蚊子 15分鐘就可以結束這個行程 除非你是拍照狂樂者 下一個我們來到了眾神瀑布 你看這邊都還在積雪 你腿那麼短就不要這樣啊 你看你 跟第一個比其實第一個還是比較壯觀 你們看到這裡還記得第一個嗎 因為第一個離瀑布更近一點 但這個也酷 這個點大概停留半個小時 北部的景點都停留的很短 我覺得應該我們胃口被養大 前幾個太壯闊了 冰島吃嘉義的胡椒餅 超爆好吃 大家自己車上多帶點零食 下一站抵達冰島鼎鼎有名的啤酒浴 我在台灣訂的時候他跟我說我已經滿了 但是我今天早上無意間想說看一下網站 發現是可以訂的 所以我們決定直接殺來現場來問 當時在台灣訂不到我覺得很傷心 因為我就想拍給你們看 火山泳衣 有什麼哺哺噴火 這件泳衣我不懂欸 兩個人一間的話一個人是台幣2000出頭 戶外的溫泉是差不多500塊台幣 但它就只是熱水 不是啤酒浴 這兩桶就是它戶外溫泉池 其實也是滿可愛的啦 但我覺得既然你都到這裡了 就泡啤酒浴吧 泡25分鐘躺25分鐘 強制我躺25分鐘 怕我們醉了是不是 這邊還有一個簡易的吧台 不泡的人也可以坐在那邊喝啤酒 現在我們決定只有我跟小粉紅去泡 我們進來了 它會有Locker讓你鎖東西 在一個半開放式的地方沖澡 沖完澡之後 它就會帶你到你的啤酒間 那空間就是小小的 裡面就是啤酒泡泡浴 隨便你喝 你也可以到裡面喝 if you want 但是這裡就不能沖澡 它就是泡25分鐘就來敲你們 考驗拉伸皮 三根手指頭的泡泡是最佳的狀態 會不會啊你整杯泡的 你在拉泡喔 來你喝泡就好了啊 好輕喔 啤酒在這邊 最後你可能也一直喝這樣子 你會脹氣的 手動馬賽克 這是黃黃濁濁的 不像是我們平常啤酒的顏色 很順的還是蠻高喝的 苦可是又要回甘 這個啤酒浴很滑欸 不知道為什麼裡面就滑溜溜的 就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完全不是啤酒的味道 你到底會不會倒酒啊 老實說就是一個體驗啦 不然這樣子兩千塊 真的貴 要說推的話 不至於 但就是一個體驗 自己斟酌 泡完了 25分鐘到了 他外面的人會跟你說 time's up 我們看你在這25分鐘之內 是要認真的體驗跑的 他就瘋狂的喝酒 我們客人是沒有喝太多啦 因為這個很熱 你再這樣酒下去 不太熱 會死掉 我們還提早起來 不然受不了欸 真的是有一種 油脂浸到皮膚裡的感覺 我覺得你有錢就來啊 畢竟就是這裡才有啤酒浴啊 有預算再來 他說建議我們就是泡完之後 不要洗澡 讓他啤酒浴的成分 在身體上清了3到5小時 泡完之後會有25分鐘的休息時間 休息一下這樣的溫度 啤酒浴的成分吸收到你的身體裡面 在他們泡了啤酒浴的時候 我們到了一家Fish&Chips 是很Local的餐廳 大家都是說 這是他們吃過最好吃的炸魚 那你開禮拜一和禮拜二嗎 我開禮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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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手掌大了 這個不是魚條耶 真的是一大塊的魚 魚絲款 這個料真的是蠻出來 沒有這麼多料的濃烹 我會大家都說推 魚阿 然後還有蝦 它其實滿好喝 可是它的口味偏鹹 我覺得很划算 它真的是很好吃的炸魚 完全沒有魚腥味 它不是很硬的那種脆皮 是酥酥的 裡面的那個肉真的非常的軟嫩 跟我們一個手掌快要差不多了 Ariel在看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們三個很荒謬 當然Ariel是不是很難 其實我從小到大最愛吃的魚就是雪魚 但是自從大學有一次吃了以後 我就開始過敏 之後我就不敢再吃了 現在我要再度嘗試 所以你現在是 親身為我們示範會不會過敏 就到這魚新不新鮮 好懷念的味道 好懷念的口感 你可以吃到臥室那一天嗎 如果我不會過敏的話 你是喜歡吃細酥的人 素材就不能錯過 就這感覺是現炸的啦 這個魚湯的肉真的不得了耶 魚肉很大塊又沒有刺 可是你又吃得到纖維 不會化掉 又外帶了一份湯 還有一個炸物回去給Ariel吃 會不會Ariel說 媽 超難吃 你們會不會介紹啊 如果你還有機會來冰島的話 這一家你一定會再來放嗎 我覺得會耶 我們還要實測 看這兩天之後他有沒有過敏 兩個小時後就會知道 剛剛看了一下這個小鎮 然後說之前 漁業很發達的時候 曾經最多人到3000人 比我們中正國中的那個人數還要少 但是就已經是他們的大量的人口在這邊 我們來逛這一間超市 只營業到7點 然後這邊非常早就關了 這裡的人我不懂耶 祭火山永逸之後 給我賣極光景震 我們家肚子痛 對於自己逼東西 覺得很開心 覺得還蠻好玩的 蛤 你的金額是6338 這樣附線嗎 還是雙卡 Chun Chunna 買了一個漢堡軟腸 很大一個 我剛剛問Ariel說 你覺得我要一片一片吃還是要一起吃 他說一起吃啊 它是漢堡耶 我一咬下去他跟我說 但是我會一片一片吃 超難咬 好吃嗎 這個你也要介紹 我們到了今晚的住宿了 我們今天住的可溫馨了 有一個溫馨的客廳 還有一個吧台 廁所浴缸耶 房間可愛 有兩副上下鋪 再一個雙人床 中島廚房 會不會是陽台吧 有一個大陽台 各位觀眾 這一間 6000台幣 一個人傻1200 但是重點是什麼 要爬四樓 沒有電梯 我們剛剛行李箱 一個一個搬上四樓 不是我是男生們 還好你不鞠躬 不然你就一個白打包 我們的小主廚又要開始做飯了 交給我去好了 去休息吧 我從台灣帶來的米 兩公斤 設備也很齊全耶 這間 各式各樣的碗筷跟餐具 這間完全可以大推 除了要爬四層樓以外 但你也可能很幸運的住到二樓 盤子白一白 我們活香在吃法式料理 裡面你們在幹嘛 在附電動 好兩個阿宅 也太復古了吧 感謝我們的小廚娘 又幫我們完成了一頓法式晚餐 吃完的人可以跟她法式奢侈 不行 那你就要吃完 辛苦你前置作業什麼都沒做 然後後面這樣煮飯 是不是我們的旅程 這點太淺了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倉促啊 可是你要做長時間的 我們也不是沒有啊 火山啊 冰河啊 我是不是跟你們說 肚子痛是桌遊的 狂熱者 他這趟帶了三種桌遊來 蟲蟲每一個晚上都在逼我們玩桌遊 好複雜 好困喔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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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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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 坐下 坐下